各位觀眾平安 天氣很涼 希望大家都保重 保重身體 天氣這麼冷 我是王淺秋 首先介紹這一節加入的來賓 楊明 待會隨後加入我們 臺北市議員侯漢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黃偉翰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很多的議題裡頭 我們看到今天新竹 當然整個搜索行動是受到關注 不過現在CG在我們的螢幕上面 好像還沒有進到新的畫面 我們先談一下 今天新竹在 是在死守新竹大秘寶 根據了檢方所公布出來的整個消息 八路搜索 八路搜索裡頭 甚至在連續幾十個小時的偵訊裡頭 檢方在偵訊高宏安的時候 整個詐領的案件 不過是區區六十萬 六十萬的比例原則 真的會讓大家驚訝到這個選後 選舉還沒選完 是有什麼匕首的秘寶在裡頭 讓連夜的偵訊裡面六十萬 要讓這麼高的額度來進行這個偵查 我們看到最新的CG裡頭 搜索高宏安是民進黨套好的招嗎 這當然是一個疑問句 選後的大動作這樣的搜索的時候 北檢頂樓被招插了民進黨黨旗 這個畫面大家在問是為什麼 這個是因為是一個什麼罪 如果真的抓到這個人的話什麼罪 是泄密罪嗎 如果還是什麼罪 是像民進黨保表中嗎 當然他們是說是被偷偷的換上去 還在追查到底是誰 那麼包括了高宏安自己本人 男朋友還有辦公室 他自己本人是六十萬交保 因為這個金額就是六十萬 這個比例原則六十萬對不對 那麼在北檢生的這個檔期之後 現在警方在偵辦說快速偵辦 是不是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案子 比方說像周玉寇被告相關的案子 當時侵害到其他另外當事人 的人權的時候 有沒有快速的偵辦 那麼而且大張旗鼓繽紛八路 大家覺得非常的離譜 那當然其中柯建民笑了 這個笑意藏不住之外 我們還看到了包括了沈慧紅 終於正確的戲劇回來了大家 恭喜大家 天氣冷 機氣也冷 沈慧紅說有人要保心存善念 神明才會保佑護持 聽起來就很酸 好像有人是沒有心存佔念 在善念錯亂的時代 什麼才是正確的道路 需要智慧 他還感恩我沒有辱墨父母的教養 這個另外一個人笑了 叫做柯建民 記得嗎 選前柯建民公開喊過 這次當選高宏安就是自我毀滅的開始 這是個預告 包括選後第一天自由書報的頭版頭 就是有大規模偵辦的這樣的消息 他當被媒體問到的時候 他笑翻了 笑得很開心 他說你們都問白什麼問題 是因為會被罰錢 所以我們幫他念出來 人家都已經交保了 沒什麼 尊重司法 不要見縫插針 但真的是這樣嗎 吳子佳說 張淑娟告終於柯的案 到現在沒消息 現在看起來是柯建民很有力量 讓他可以橫行霸道 甚至整個司法的進度跟他有關係嗎 而高宏安找什麼三個王牌律師等等 明星級豪華陣容 這些新聞是在綠媒裡面 在對十九個小時的偵訊裡頭的新聞重點 這個風向 但是其他陣營有一些人在對於高宏安 尤其是民眾黨當然要對於涉貪這個消息 來加以辯護的時候 要維護他的時候 時代力量林穎夢也跳出來說 要不要也聲援我 但是他自己過去的確就是有這個 實際的侵占的內容 那麼以至於網友就把他罵翻了說 這個是可以比嗎 但還有一個人拿字表來比叫做周玉寇 他說要笑著開心的活著看他坐牢 去比對各種林穎夢高宏安等等的這種消息 跟內容 逆風的烏鴉說 北檢非常善解人意 怎麼說聲揚的話 把他真的關起來抓起來 不放過會弄到沒有辦法就職補選 民黨會贏嗎 其實會是一個很尷尬的場景 我們想想看 如果他是直接被收押之後 直接被迫補選 那麼到時候民意在新竹 會是怎麼樣的沸騰 會真的認為他有罪 還是更多會認為是司法迫害呢 或者是給長官製造麻煩 所以只交保不升壓 造成一個可能的危險性 在後面繼續操控嗎 那麼這個罪當然如果有罪 當然要辦 但是用什麼罪去辦高宏安 政治效應就大不同了 一開始如果是圖利罪的話 其實都七年以下徒刑 但是如果是詐領工有財務 這種貪污的罪行是七年以上 那麼當然業務登載不實 就是登載不實罪而已 最高就三年 所以要符合積壓要件 三個要五年以上的重罪 就要用貪污罪才有辦法辦得到 否則都不管圖利 或者是登載不實 偽造文書通通都不符合 所以這個所謂的攻擊精制 是不是獨創 當然現在立委本身跟助理 兩個講法是相反的 一個是前面的助理就說 前面立委這樣辦我言用 但他自己說 助理卻指控他說沒有沒有 是你要求我們這樣做 我們還提醒過你 現在這個是變成這個案情的關鍵 當然司法偵查理論上應該不公開 但現在所有消息都被 特定的放出來之後 很多的評論認為 司法在沒收選舉嗎 高宏安的選舉還沒有選完 現在要幹什麼 要選的東西 選的戰役是跟民意黨 司法的戰爭嗎 我們要回頭聽一下 館長陳之翰他的說法 你要辦他 沒有問題 有必要這麼大陣仗嗎 有必要演成這樣嗎 搞得一副連續劇一樣 昨天我好像抓到一個 貪了幾千億的 好像一個 好像抓找總統 我以為是在抓總統 那個陣仗 那個新聞報導 那個力度 那個陣仗 從白天演到晚上 我真的沒看過 民進黨職稱的時候 爐渣案 三年前辦的時候 檢察官被換了好幾個 要辦呢 就被換掉 要辦呢就換掉 21.6億 2015年到現在 才起訴 這麼大的案子 你有看過檢調這樣演嗎 我現在跟你民進黨政府講 2024年喔 你問書的 你讓台灣人民看清楚了 再讓你們執政啊 台灣都不台灣了 太噁心了 司法偵辦的程度 到什麼合理的比例原則 其實大家都在看啊 所以不只是補選 會不會補選而已 還有2024的選舉 民進黨也得要顧啊 會不會有過當 會是選後的追殺呢 韋漢覺得 陳之漢館長 現在是最接地氣的評論員 雖然不是政治評論員 可是他是實事評論員 他直接舉這個例子 我覺得還蠻可以 讓大家能有感的 就是說盧渣案 已經過那麼多年了 那你一開始 還辦的是不起訴 過了幾年 發現原來之前的那個 整個也是不夠嚴謹的 高華安這個事情的話 大家覺得說 比例原則上來講的話 真的就是大動作 或者是1億跟60萬 對 就是大動作 當然我們不知道案情的內容 就是到底是不是 他是用什麼去辦 只是我是覺得 就是社會會檢視 現在目前講到對高華安這些動作 不過我還蠻能夠理解 為什麼他要去的 因為他已經快要卸任 他的立法委員的職務 他要離開立法院了 他從事情被揭發 居民檢舉到現在 都沒有到立法院去搜 不去搜 其實基本上好像也沒有完成 那個整個偵辦的過程 可是你到了已經選後了 再去搜 你是能收到什麼 其實也該結束 說實在的 就是說真的是犯罪的人 他該處理的帳本 他也都處理掉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李宗廷 他直接無保請回 然後告換是60萬 這讓我覺得有點看不太懂 因為李宗廷是他的男朋友 對不對 他回捐了民眾黨60萬 所以李宗廷如果不是助理 而拿了助理費 又回捐給民眾黨 他為什麼要回捐 因為我根本沒有上班 這就叫詐領 這是很嚴重的 為什麼李宗廷 他是當事人 他無保請回 這是第一點要跟大家講 第二個是他的辦公室同仁們 加班費有沒有詐領 一個是助理費詐領 就是他的男朋友 如果不是助理 然後領了錢 那就叫詐領助理費 這是很嚴重的 那另外一個是 詐領加班費 如果說大家其實沒有加班 結果你去報加班 報完加班要回到公基金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你看他辦公室的主任 跟那個公關組長 兩個都是十萬元交保 可是就偏偏他男朋友沒有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後續再看他起訴書上面 我想90%會起訴 以減掉這樣的動作 這起訴之後 到時候一審看會不會有罪 那可是怎麼會是這樣子的比例原則 第二個我要講那個民進黨旗 這個事情 我也覺得這很奇怪 觀眾朋友必須知道 台北地檢署的那個頂樓 他是有門禁的 滴滴卡要滴 像我們這個 我現在身上就有一張 我今天來錄影對不對 我就要有TVBS的卡 我才能夠從地下室滴上來 不然我是滴不上來 前面在那邊等到五點 我也沒有上來 如果沒有卡的話 我就在停車場 我就進不來了 那台北地檢署也是一樣 你是門禁卡 你才能到頂樓 那為什麼會 他為什麼可以去那個地方 他是台北地檢署的員工嗎 而且那個人 現在我知道 已經有拍到那個影片 他是戴著帽梯 整個都看不出身分的 這第一個 誰能夠到頂樓 不是一般人可以去的 第二個 身上隨時有那個檔旗 他是一個很大的檔旗 不是路邊拿起來這樣一小小 他是大的 民進黨檔旗你去哪裡弄 我到現在我也想不出來 去哪裡買 所以他既有檔旗 他又能到頂樓 而且他沒有把國旗卸下來 他把民進黨旗放在上面 他的政治意涵非常明確 他就告訴你黨在國之上 有沒有看到 他是把黨旗放在國旗上面 還把你升上來 所以我是覺得 跟高環有沒有關 其實我覺得不重要 重點是這個人 他的政治意圖非常明確 他要告訴你 台北地檢署目前被民進黨壓著 已經是黨所控制的地檢署了 他是一個抗議動作 不過我覺得 他可能最後這個當事人會被找出來 我不知道他會面對什麼樣的問題 這個部分先跟大家評到這邊 因為我自己也跑了司法三年 地檢署辦公室還蠻熟悉的 要進出的確不可能 有些是檢察官辦公室相關 一定要有門禁卡 早期本來沒有 因為記者都亂闖亂犯案 所以才全部都管制了 包括頂樓 是真的不能隨便人進去的 所以這看起來是一個抗議的意圖 或者甚至是內部人員的機會 非常的高 所以是的確有他的象徵意義 是不是也是一種民意的反撲的一種象徵呢 已經趕到了陽明 陽明他不先對整共案偵辦到進度到現在 最新的一些評論看法 對 如果接著這個韋翰哥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北檢的這個黨旗事件 我比較好奇是這個人 他除了這種所謂的無故侵入建築物 這樣的一個罪 就是刑法有一條是這個散入這個住宅罪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可能拿來辦他的 他是公部門 對 他那個也包括政府機關 有一些政府機關 沒有開放的部分 他可能這樣闖入的話 但是如果今天假設 假設他是一個洽工民眾 他是真的有 那天是有事情到北檢 他到頂樓去升黨旗這個行為 難道今天黨旗是烏魯公署嗎 就是不可能 而且烏魯公署罪 現在已經立法院已經把它刪掉了 已經沒有這個罪了 所以我就很好奇 北檢現在要怎麼辦他 這是第一個 開玩笑說 泄密罪 告訴大家事實上就是這樣 對 這當然是開玩笑 那所以我說 再來我們講這個新竹這個效應 第一個就是高宏安會就職 這個我們應該沒有太大意外 就是說十二月二十五號 他會就職成為新竹市長 那接下來他的這個面對 包括是不是起訴 一審有沒有罪 一審這個如果有罪 是不是貪污 因為如果是用貪污罪 一審有罪 他就要被停職 沒有錯 他如果停職也沒有補選 會是這個副市長代理 可是會有一個政治效應就是 如果今天他假設起訴 我們講到WeCare就來了 那個WeCare新竹就出現了 等到你一審有罪就開始了 我們就馬上提出 連署就已經準備好了 因為那時候應該都已經超過一年了 因為以這個童仲彥的案例 童仲彥從起訴 一樣是榨領助理費 從起訴到一審 大概一年半 所以大概那個時候 大概已經到了2024年左右了 2024年已經大概可能是這個 2024年的上半年 我們假設高宏安發生了 這個一審有罪的這個狀況 如果這些民眾發起罷免 對民眾黨對傷 因為你已經 你唯一的市長 已經被判有罪一審 你又被發動罷免 那不得了 那等於是民眾黨被滅團的那種感覺 尤其如果那個時候 柯文哲又沒選上總統 如果這都是一個假設 就是說如果那個2024 所以2024年可等於是民眾黨的一個 很關鍵的一年 除了他的總統大選立委選舉 還有一個就是高宏安 能不能繼續當這個新竹市長 那過去有一個案例 就是吳俊麗 吳俊麗過去被這個 他是在台東縣長被停職 他停職的第一天馬上我就遞辭層 我們就來補選 這會不會是給高宏安一個 這個案例給高宏安一個思考模式 如果今天真的一旦發生一審有罪被 被停職的狀況 要不要我直接遞辭層直接補選 然後到時候會不會柯文哲 傷害最小 不是 柯文哲直接下來選 就是 就是說傷害才會最小 免得後面是沒有辦法控制的 對 而且柯文哲 畢竟他是新竹人 都說如果柯文哲也沒選上總統 剛好就下去 我就把我民眾黨的這個版圖 我黨主席清真把黨留下來 會不會有這樣事我不知道 也有人說柯文哲當副市長 萬一他被停止 副市長就可以直接代理 這個可能要等到這個之後 他們再去做沙盤推演 但是我說補選是最好的模式 為什麼 因為那是訴諸民意 這個不失為一種方法 為什麼 因為你 你與其被人家罷免之後 再補選 再改選 還不如我主動說 來 我們現在重新來訴諸民意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 未來高雄安要面臨考驗 那當然如果他12月25號 順利就職市長之後 我認為關鍵還是在市政的部分 就是你的市政 不管是新竹棒酒廠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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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埔國小的 什麼這些過去講新竹大祕寶的 這些案件 你要不要好好的查出來 然後給市民朋友一個交代 我覺得這是高雄安 在司法這個案件之餘 他必須要做的 那他有沒有辦法讓市民 畢竟即便是這個選前這些案件 不斷的爆料 不斷的揭發什麼他的醜聞 什麼緋聞什麼 一大堆不斷的打 打到最後他還是拿了這個 這個蠻高票的 而且是 比民調都高 對而且他這個比對手 是多了在將近10%的一個選票 第二名這個沈慧紅還高了將近10% 所以他這樣的一個能量 市民對他是有期待的 所以我認為他關鍵司法的部分 當然他得要好好去處理 那市政的部分更不能荒廢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新竹市民在期待的是 你當上這個所謂新竹史上最年輕 也是唯一的女性市長 會有什麼作為 我覺得這比司法更重要 可是看起來就是柯建民的恐嚇 那現在怎麼去查 他光自己市政名單 團隊名單都還沒完全提出來的時候 就忙著要應付官司了 那麼現在如果只要被羈押 或者是一審有罪 就直接會停止 就重新要重選了 那麼怎麼看漢婷接下來可能的發展 柯建民是如他的意了嗎 真的是在他意料之中嗎 柯建民說什麼 相信司法 清白 司法公正 這是最大的笑話 因為柯建民過去就是官說司法 最有名的代言人 那麼我的觀點一個比較奇特 是說我發現民眾黨在這件事情上面 竟然出來發言或出來力挺 跟出來護航的言論 比較稀少 甚至還有說不需要評論 這當然需要評論 當然是要批評北檢的這種 大動作的搜索 當然是要抨擊整個民進黨 利用的司法的力量 然後來干預 因為最後目前可以看到的結果 是什麼 就是柯建民樂不可知 然後北檢灰頭土臉 司法公信全師 但最後的結論 我認為洪安卻會越來越強 首先過去我們在針對立委的時候 過去的被搜索的趙正宇 他說你敢辦立委 那要一刀斃命 要證據齊全才能動我 所以當然他們通通都有事 那麼過去這一段期間 從選前到現在 綠色的媒體 對於高宏安極力的炒作 炒作成幾乎是罪大惡極 對吧 媒體還放話四度串貢 然後種種的不堪入目的事情 好啦 那麼媒體當時爆料說 這些資料都叫做檢方提供 檢方掌握具體的資料 好 那麼如果檢方證據充足 然後又有滅政串貢逃亡之餘的話 理論上要幹嘛 要羈押 結果怎麼會連羈押都不羈押 然後就直接放出去了 甚至是像剛才偉漢哥所說的 就連具有所謂 綠營聲稱指控的 詐領助理費的當事人 就他男朋友也無保 就連教士都沒有 就直接就請回去了 而且這次關鍵 他並不是說檢方申請羈押 然後被法院駁回 不是 他是檢方自己 就連申請都沒申請 檢方自己就叫做聚保請回了 所以表示什麼 手上的證據力不足 或者檢方另外一個擔心講說 因為我如果申請羈押的話 然後律師就可以看到 我手上的資料 那你如果真的證據充分 他罪狀齊全的話 又何必擔心律師看資料 未來起訴的時候 律師總是要看的 所以表現什麼 現在當然就是苦無證據的狀態 所以先前綠色的媒體也好 各種的會聲會影 到目前檢方所能夠發動 大動作的搜索 發現他都只是一個政治上的動作 因為實際上 就算他真的有什麼不法事情 說真的這個月他該清理的 早就該清理掉了 現在搜索這種大陣仗是什麼 就是為了要恐嚇 就是為了要製造寒蟬的效應 甚至就是要給年輕人看 因為這一次的選舉當中 民進黨知道 民眾黨能夠拿到年輕人的選票 所以這一招雖然殺不到 不見得徹底能夠打到整個民眾黨 但是至少讓民眾黨 威信打掉一半 這是民進黨的期望 至少要先逗湊 讓大家搞不清楚狀況 覺得高鴻安好像真的有問題了 不見得票全歸民進黨 但先把民眾黨逗湊逗垮 讓他營造一種有罪的感覺 這就是民進黨想要的 所以才會在當天 我們看到有什麼兵分八路 就連高鴻安的家人也遭到搜索 這個我是覺得 如果在民進黨的手中有3000人 有所謂3000大軍的話 大概也會怎麼樣 我建議他應該會3000大軍 可以2999人 兵分2999路 以騎兵出席 最後一個人幹嘛 那個人就是柯建民 他可以笑開懷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麼樣 龐大的政治力量 北檢的檢察長是誰 是林邦良 過去辦過什麼案件 辦過馬英九 後來就升官 所以背後的其中力量 大家可想而知 因為游錫坤立法院院長 並沒有站在立法委員這邊 而是就是直接開放 統一進來搜索 而現在如果說 耳高鴻安男友被送回去 代表現在申辦的重點 只在於公基金 詐領的部分似乎看起來 罪證比較不足嗎 我們持續的來觀察相關的案情 待會兒就來看 這個所謂的立委選舉的補選 延長賽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再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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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見